大家好 我是Stable的小屋 汽車改裝不是只有套件 例如說卡鉗、煞車、氣壓避震等 汽車換色也是屬於汽車改裝的一種 不外乎就是烤漆或者是包膜 那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來了解包膜 包膜這東西它可以保護車漆 可以很短的時間內 就讓你的愛車改變了顏色 不像是一般烤需要用到那麼多的時間 那也可以保護到元漆 不多說了我們今天就帶大家好好深入的了解汽車包膜 我們現在來到那個大衛汽車包膜 我們來找大衛汽車包膜的老闆 大衛來跟我們講解一下汽車包膜的奧秘 老闆咩 老闆你叫 老闆你好 大衛哥 你好你好 大衛汽車包膜的大衛 我們今天就是來深入的了解包膜 現在包膜分為哪幾種 目前的話包膜主要分兩大類 那一個就是改色嘛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車漆保護的部分 幫我們介紹一下改色 一般換色的話就是像目前這台就是在做的 然後就是做換色膜 那這個的話就是看你的車身 看你想要換什麼樣不一樣的顏色嘛 那一般我們目前這台在做的話 是用虛艷的磨料 那顏色的話其實選擇是非常非常多 現在其實虛艷的顏色都是蠻多的 也有不一樣的比如說像是卡帽的啊 或者是髮絲啊 我比較喜歡迷彩 可以沒問題 可是我沒有錢 這就有問題 所以一般這種改色啊 施工的話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一般我們全車施工大概會抓四天的時間 為什麼要這麼久 因為其實像我們在做的話 會把一些配件啊 像這種後試鏡啊 還有像這個手把 我們會把它拆掉啊 這樣做完的東西完整度會比較高一些 那有一些細節的收編其實也是很多啦 一台車 眉眉角角這麼多 我覺得包的真的很漂亮 我剛剛看了一下 真的很厲害 是一定要的 那像有一些國內外的一些training啊 比如說像一些教育訓練 我們也都是會去上課 那我們再請大威哥幫我們介紹一下 犀牛皮 這犀牛皮的話 目前大概分幾種PPC 再來就是PTH 比較好的是TPU 那目前的話 我們店裡面全部都是使用TPU的磨料 為什麼 因為TPU的耐厚性比較長 那它的保固的話 就有到五年七年十年不一樣的保固 那目前的話我們有用的就是 比如說像是SUNTECH 3M的 Bodyfence 這些國外的一線品牌的磨料 你都來使用 那TPU有什麼特性啊 它特別的地方在哪 TPU的好處啊 就是說除了耐厚性比較高以外 它貼完的話 車氣還會增量 才會30%左右 你在擦車的時候 產生那個細的太陽紋啊 它其實預熱啊 或者是你特色在開引擎的溫度 它就可以做到自動修復的效果 我看這台提升30% 這個應該是減了30%吧 這個是 這個是做消光犀牛皮啊 那它這個的話就是 看你原車色是什麼顏色 對 比如說我現在是紅色的車子 然後貼完消光犀牛皮就會變成消光紅 你就可以同時達到保護 還可以同時做到改色的感覺 看一下這邊 這邊還有一塊是還沒貼的 像它原本是這種黑色的 那它貼完它就會變這種消光黑的感覺 我那顏色差很多耶 對對對 那貼完它整個車身的那個線條 肌肉感都看起來再強壯一些 其實我看很多包模它有分為 電腦版跟手工版 那這兩樣的工版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電腦版有電腦版的優點 那手工版也有手工版的優點 但是其實我們一台車 我們同時會用兩種不一樣的方法去做 完成這台車 那會遇到板件不一樣的特性 那我們就去調整 比如說有一些部分 我們就去做電腦開板 那有一些部分我們做手工包的話 其實是包比較滿版的 會比較漂亮一點 會比電腦做得更好一點 那像現在內裝的部分的話 像螢幕啊 然後內裝的鋼琴烤器的示板 也都可以貼 那我們就會用 內裝的部分 我們就都是用電腦版型下去做採線 那我們自己也有資料庫 也有設備 杏油皮的優點的話 就是可以保護車漆 那像防跳石啊 或者是矽紋自動修復啊 甚至貼完的時候 車漆的亮度它會再增加 其實可以提升你之後在保養車子 你在顧你的愛車的時候 你可以很方便的 讓你的車就是維持著乾乾淨淨的狀況 可以說是目前車漆最好的解決方案 透過貼膜來保護愛車 我覺得是一個很值得投資的東西 而且它也可以保護車漆 它也可以改設 讓車子更有個性化 所以我覺得 汽車包膜這個改裝 是滿值得投資的 就等你了 就等我了 我成交 等我E30好 等你E30 對 我開一陣子我就來換顏色了 真的 期待下一部Vlog就是 就是拍我的E30 好我們再次感謝大衛隊 今天 謝謝